当然这一节我们的新闻头条 先来关心这个总统级的国家级的丑闻 真的让大家看到 到底是谁在说谎 进电视的沈兆的怡云 现在哇被完美的想要切割甩锅了吗 先来看看拿到录音档录到裴伟讲了一些话的 这是立委参交华 他持续的质疑 裴伟你说法一变再变 你到底在袒护谁 刚开始裴伟说 这个录音档是变造的 是被剪接的 后来又说只是碰轰 原本他说总统的旨意 结果行政院长苏贞昌又说 不必去查到底真相是什么 想切割什么 想断点什么吗 裴伟还放话媒体 被曝光的进电视的录音档的内容 就是他自己在碰轰而已 但是如果真如此 那应该也要查假讯息 这在野党的踢爆 NCC在审查的进电视执照的时候 疑似有官员泄密给谁 就是泄给裴伟 而裴伟居然用LINE LINE有截图的哦 有证据的哦 告诉股东 开会时是某位学者在反对 还说已经将府院给NCC压力 民众党也痛批 裴伟你领军的进电视 你们骗来的执照应该要被吊销 应该要被销毁 他要把所有的证据资料摊在阳光下 裴伟录音党大爆 总统院长护航进电视丑闻 裴伟解释他是碰轰乱讲 但立委在爆料 裴伟有高层撑腰神通广大 去年7月16号 NCC委员再度搁置进电视审兆案 没讲到消息灵通的裴伟 当天晚上就传讯息给大股东 点名是因为学者陈一梅闹场反对 裴伟还说已经向府院抱怨 要他们给NCC压力 他又透过媒体放话说自己碰轰 给大股东的内容写过头了吗 到底是谁违法泄密给裴伟 施林地检署用他字案 侦办进电视案 但立委炮轰录音档中透露 进电视帮靖周刊养狗仔 还想瞒住NCC 根本已经违反NCC审查条件 骗来的执照就该被吊销 我把所有的证据资料 都已经都给了法务部了 为什么没有用真字案 而用他字案 这个NCC的主委 曾要想要撤职 然后静待调查 你既然是碰轰 那你是骗来的这张电视执照 那NCC不就应该要来撤照吗 裴伟录音档中金报 总统院长施压NCC 还骂NCC无理取闹 公然指总统院长守身媒体 当裴伟都承认这些话 他说过 大官们为何不告裴伟毁谤 硬说录音是假的 如果他说这是真的 这还得了 难道今天是要下架吗 那民营党不是整个 别扛了民进党还要怎么选举呢 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 民进党利益所做出来的谎言 我也从没有干预 蔡总统也没有跟我讲过 他们股东之间的纠纷 我没有说什么时候讲话 去给他查 这一旦跨党派 沿你筹组调查小组 进电视执照 到底怎么来的 要查个水落石出 记者谢宏如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好 这个黑幕新开 会不会臭不可闻呢 对于裴伟的改口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也质疑 裴伟你虽然改口 但你等于承认自己 就是一个政治的骗子 苏奎你应该要查办 NCC更要撤照重审 他如果这样讲 照理讲 照理讲 苏贞昌应该要很震怒 所以你怎么可以碰碰 怀我名誉 要采取一些动作 可是你会发现 他们两个好像昌松网一样 好像掏召了一样 他讲完又苏贞昌点点 什么话都没有讲 如果今天是我 有人假借我的名字 去招压撞骗 我一定会采取适当的行动 最少最少 我会发一个声明 去谴责他 如果情节严重 还可以提高 十分钟怎么 他最喜欢告人家的不是吗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他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